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得留意收听、收睇美东视电台 有燕灵为你主持的 加灵一 记住,节目名称三个字 就是加灵一 到时见 大家好,我早晨 来到今天的 加灵一继续在直播室 有燕灵在11点到12点 跟大家见面 我这里再提提大家 这是互动节目 欢迎各位 可以打电话上来 和我一起互动 在这里提提大家 929-279-3399 929-279-3399 或者微信号的朋友 可以打Eason Media 254就可以和我们互动 亦提提 留意我们面书上的 资讯 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 偶尔会上去 和大家分享 留意我们Eason Media 美东视电台的面书 网站 可以得到我们很多消息分享 在今天的时间 首先第一宗要和大家分享的 新闻 不是假新闻 虽然昨天说了假新闻 今天主题仍然是 继续讲假新闻 和言论自由 但在今天日子 第一宗是小新闻 也不是假新闻 我相信燕玲在这里 介绍大家的这一宗新闻 是什么新闻呢? 其实是一个活动 今天是日子当中 在Rockefeller Center 今天 会有一个兴典 这个兴典就是 着灯仪式 没错 我们一年一度的 聖诞节 又很快就来到了 今天日子 11月30日 每年差不多这个时间 在Rockefeller Center 的亮灯仪式 就会隆重举行 今年也不例外 但是今年 除了亮灯之外 在这里 就演了一个介绍给大家 好介绍 有免费的东西可以拿 免费的东西就是好介绍 有什么免费呢? 今天可惜 天气又不是真的觉得这么冷 今天这两天下雨 气温也是回升了一点 所以不是觉得很冷 但是 这件事 如果天气冷一点的时候 喝就会特别好喝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Hot Chocolate 热的巧克力奶 今天在亮灯仪式 之前 其实不是之前 之前也有 好像是去到 没错 由3点到10点 都会有这个Event 是什么Event 是什么免费呢? 就是说免费的Hot Chocolate 就是送给大家的 今晚的亮灯仪式 就会在7点钟举行 开始 但是呢 在3点到10点 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 过程当中 就是经过那边的朋友 可以有这个Hot Chocolate 但是地址不是在这个 Roccafella Center 在看圣诞树的时候 而是附近的一间餐厅 就会设置一些桌子 以慶祝今天的亮灯仪式 就会提供一些免费的Hot Chocolate 给大家 地址在这里提一提 就是123 West 52街 是Between 6和7 Avenue 我就不说那间餐厅的名字 因为免费在这里买广告 但是地址在这里再重复一次 就是123 West 52街 是一间餐厅 它就是Between 6th Avenue 和7th Avenue 你可以自己去到 你会看到街外 可能有些桌子设置了 就是送这个Hot Chocolate 给大家喝的 所以留意一下这个日子 好了 在这个好介绍之后 我们又去一去广告 广告回来 就会正式入题了 有我真心打造 逢星期一至五 纽约时间 早上11点到12点 讲国际 讲时事 讲本土 讲生活 带你旷阔世界视野 同时还会接听听众的电话 一起互动 节目内容会正到嘉宁一 记得留意收听 收看美东视电台 有燕灵为你主持的嘉宁一 记住 节目名称三个字 就是嘉宁一 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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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2533 Avenue 华拉圣 电话718-888-7784 营业时间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 有我真心打造 逢星期一至五 纽约时间早上11点到12点 讲国际 讲时事 讲本土 讲生活 带你旷阔世界视野 同时还会接听听众的电话 一起互动 节目内容会正到嘉宁一 记得留意收听收睇美东视电台 有燕灵为你主持的嘉宁一 记住 节目名称三个字 就是嘉宁一 到时见 好 回到第二节 继续有燕灵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继续分享关于假新闻的消息 我在一个新闻网站看到 最近亦有一个叫做假新闻的 网上的新闻传开去 在这里讲一讲 最近这个网站 先讲一讲 这个美国新闻网站 叫做Quiz 以一个叫做假新闻运动为题 就是针对特朗普 最近在Twitter上指 你知道特朗普很喜欢利用Twitter 这个平台 分享他的意见 個人意见等等 特朗普分享了 他说有数百万人违法投票 他之前也有说过 今次在Twitter上 正式上去和大家分享 这个Twitter的网上 这个资讯很快速传开 入到主流方面 要留意到 这宗新闻究竟是否真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新闻当然不是真的 数百万人违法投票 其实不是事实 也没有具体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个是事实 其实以往 我都在这方面 留意一下一些新闻 都说到一些专家 一些有留意投票方面 一向都是有些团队 会留意究竟美国投票 其实美国是一个机制 也有一个官方的机制 也是一个平民的机制 这样说 其实在平民机制方面 有很多平民 其实也有一些平民组织 是监察政府所做的一切 究竟政府所颁布出来很多东西 是否有跟进 譬如政府在运用资源方面 和他们处理一些财务方面 究竟报告出来是否正确呢 其实民间有很多监察团体 都会参与一些监察活动 留意政府所做的一切 是否像他所颁布出来 所说的事实一样 所以在这方面 在投票方面 亦都有民间的一些人士 会在这方面做监视的行动 亦都有专业的人士 会在这方面 也会注意这些投票方面的问题 主要有很多都是一些大学的学者 他们都会在这方面注意的 经我留意到有很多学者都说到 对这方面是特别了解的 就有分享到 其实美国这个所谓 叫做违法投票人士 就有 但是数目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小的 可以说是只有1% 顶多一下1-3%的数字 其实是非常之小的 所以当特朗普说 有多少百万人的时候 这个数字一定是虚扣 而且是没有事实根据去证明 你知道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很多 无论你是营商也好 或者做什么事情也好 我们都是看数据 很多东西 特别是科学家做科学研究 无时无刻都是很多数据去支持 他们所说的说话 所以数据这件事 是很科学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都是利用时间 去搜集这些资料 然后做成数据 去凭那些数据去衡量 究竟这个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 尤其是 所以我们看数据 是很认真 亦有很多东西 都是要凭数据去证实 究竟这个事态 是否这样的 是否有没有证明的 所以根据专人方面所说 其实没有这样的数据 这种新闻是哪里来的呢 是否特朗普自己捏造出来的呢 其实不是的 这里说明不是特朗普自己捏造 但是这个方言 其实是来自德州首府Austin 一位人士叫做Grad Phillips 他在自己的铺文上面 就铺了一个新闻出来 其实他这个铺文在选举前 在他的APP上 说到选举方面有欺诈的事例 他在选举后的四天 他也在推出这个推文 根据1.8亿选民的登记资料分析 超过300万人 超过这个数字的人 是违法投票的 这位是Philips 他没有提出有关欺诈的 分析结果的一些具体证据 只是凭他刊登了这几个数字出来 就说是一个事实 就是令人会联想这个是一个事实 最起码 他在相关的Twitter里面 印进了一些 经常散播陰谋论 或者假新闻的一些保守派网站 人士的报道 因为经他的报道 那些保守派网站 也用了这个Twitter 就是很宣验性地 就铺出去 就说这个事件的发生 那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 就当然了 越多人关注 越多铺文 是share出去的时候 就越多人会觉得 这个新闻 其实是一种 真的新闻 所以这个危机就在这里 说到 那为什么我会着重 比如Facebook 昨天说Facebook的假新闻问题 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媒体 这个社交网上 用Facebook 面书人士是最多的 是最受欢迎的一个 社交媒体 亦都是很多人 是从这个网台上 不是网台 从这个社交媒体上 就是将很多的假新闻 传开去分享出去 就是一个传一个 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那个数字排山倒海 所以越传越多人知道的时候 就变相 每个人都以为 哇 这么多人都知道 这么多人传出去的时候 那一定是真的新闻 一定没有假 所以这个危机就是这里 你看看我们人本身的心态 就知道了 一般人 譬如一个人跟你说一句话 你就是不会 有个同事给了我一些东西 让我消化一下 让我说完这东西 消化一下 然后再和大家分享 在这个假新闻当中 刚才就是说到 Facebook这个平台 昨天有说过 究竟我们是怎样可以 揭指这样的行为 发生 假新闻 传开去的危机 其实是挺大的 特别是针对一些 譬如 假新闻都分很多种 有些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假新闻 不会是对社会影响很大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利用这个平台 有动机性 有目的性 去传开一些有攻击性的假新闻 甚至有煽动性的假新闻 这个后果是谁负责呢 是不是自负呢 到时候是谁负责 这是一个问题 譬如说到煽动性的假新闻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那么多人传来传去的时候 令到很多人 会有一个想法 会觉得 如果是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是事实 当然他们看的时候 不会知道 分辨这是假新闻 真新闻 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 都会觉得以为是真的新闻 如果是真的有煽动性 或者破坏性行为的含义在的时候 造成社会动乱的时候 会是后果如何收拾呢 这个是值得大家去考虑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 幸好到目前为止 未有一些很令人会着急的情况 即是有些很煽动性 或者是反政府 或者是反对某些族群的一些 很负面的一些假新闻传出去 当然有是有 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 这件事是好事 我们都要小心去衡量 刚刚所说到 特朗普就将这个假新闻传出去 在他推特那里分享出去 其实我刚才说 不是特朗普自己列造出来的 特朗普也分享过 他说我一切所知道的新闻 都是来自网络的 这个言论真的很值得关注 因为特朗普现在 他已经是一个后任总统 等着在一月份上任 以他的身份来说 他之前就不是候选总统人士 他在推特上面发表什么 或者他所知道的新闻 是来自其他网络的 OK 我这里就不会太关注 但当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特别是美国总统 一个强大国家的元首的时候 作为他 如果在推特 凭他说 那些新闻都是来自网络的时候 这件事就值得我们要关注 所以特朗普本身都要自己衡量一下 究竟在推特上 以后所推出的 所有新闻或分享的时候 是值得全世界人士关注的时候 他需要很谨慎去看一看 他在什么网络找新闻出来 还有他有没有经思考 去分析过这些新闻是真 亦是假的时候 先分享出去 这个很值得大家要关注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休息一下去一去广告 广告回来再和大家继续 有Eric Soarming的超瓦瓷尊 蛤? 我几乎登尋人广告找他 超瓦瓦瓦不知道搬到哪里 超瓦瓦瓦的阿明 已经搬到134-2533 Avenue 他为了庆祝30周年 想筹借老友 欧洲进口的瓦瓦 还全面特价 真的很划 那我去找Eric阿明 超瓦瓦在134-2533 Avenue 法拉圣 电话718-888-7784 营业时间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 按照准备 раздел好了 转发起 mum 阳瓦瓦 电话718-85 没有 没过 éd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继续有燕灵的假灵日 刚刚所说到的网络上关注假新闻 昨天在麦后一位同事也有说到 假新闻不单是今时今日才有 或是在社交媒体上才有 我一会儿会带出2003年发生的事件 但早前在媒体主流已经有假新闻 这些事件发生 例如记忆犹新 也是昨天的同事提醒我 就是说到Brian Williams 大家记不记得MBC一个新闻部的主播 通常他那时在6点半的黄金时间的新闻出现 他就是主持一个国际新闻的主播 Brian Williams 他当时在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在当地报道过战争 但是他曾经回来后 在他的报道当中 他将一些事实夸大了 夸张了 可以说某程度上 有些誤導也好 捏造也好 总之他曾经有一次 他坐直升机的时候 差点是受到很危险的情况下 就说到自己自身很危险 其实那个过程也是列出来的 其实没有这件事 他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坐直升机是没有发生过任何很危险的事件 但是他可能就是想将 因为故事太不精彩了 所以他就要夸张一点 就说到战场怎么可以 没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呢 他的确在那时的採访 是没有什么危险事件发生 在他身上 所以他觉得这样报道出来 是不是不够精彩呢 要吸引眼球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严加醋呢 所以在他回来后的报道当中 他曾经将他自己 在伊拉克的经历 加严加醋 说得好像很危险 差点连命也没有 这样的事件发生 最后终于被人揭发了 亦都是因这件所谓的丑闻 他最终没有再做六点半的主播 他也是退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知道 其实在主流方面 都是经常性有一些假新闻 但是他们的假新闻 可能他们比较懂得 做到新闻出来 就好像听起来很合情合理 正如Brian Williams 说到他在伊拉克 坐直升的时候 遇到很危险的情况发生 我们一般人听到都觉得 合理 因为在一个战场 作一个记者报道的时候 当然会遇到类似的事件发生 亦都是一个遇到危险的事情 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所以当他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 我们做观众听众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合理 你就不会去质疑究竟他的报道 是否正确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现在真是考起我们 我昨天也说到 我们其实如何分别一些假新闻 和一些真正的新闻 不是假的新闻 有时候有些新闻 很断章取义 这一个手法是经常性发生的 你在报纸、报章、雜誌、电视 都会看到的 这样的情况 断章取义的时候 很明显的意思就是 很明显就是 譬如一个文章 你就是针对别人 文章里面所说的一段话 就是小题大做 發大来说 针对他那件事情 其实他未必是 那一段话是代表他整个立场的 你要看完整章的文章 才明白他的立场是在哪里 未必是代表到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断章取义 就是这样制造新闻的 这个手法也是非常常见 在主流方面也常见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关注新闻的人士 我们如何去分辨 假和真 我只可以用我自己 个人身份和大家分享 我也不是一个学者 也不是一个专业的 新闻界从业园 所以我说的说话 就不是准确 不要以为准确 我只可以跟你说 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我个人经验就是 其实看新闻 最重要分别真、余假 就是要你去常看 就是要习惯性不断去看的时候 当你看了之后 也要有一个比较 意思就是说 你看新闻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一份报纸的报道 你要多份的报纸去作一个比较 有了比较的时候 有A和B的比较的时候 你才知道 那个新闻的准确性去到哪里 所以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会看不同的报纸 我不会只是针对看一份的报纸 我会看A的报纸 看B的报纸 然后再看C的报纸 再不是看D的报纸 然后再有多几个比较的时候 你就会掌握到 那个新闻的正确程度 去到哪里 以及它报纸的真诚度 那个新闻的真诚度 去到哪里 其实报道新闻 这件事应该是很专业的 但可惜 时代变迁 令到现在 甚至是做新闻 这么严肃的一个工作 都会变得很娱乐性高 因为他们主要 说到今天 很多东西都是说金 金的意思就是 钱、收入 现在很多主流媒体 其实都是要和 网络上的很多媒体 在那里 欠地盘 欠读者和欠观众 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 令到竞争非常之强烈 也在变相 在新闻报道方面 便会变得 他们会趋于想找一些精彩的新闻 当没有精彩的新闻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自己捏造 唯有用夸张手法 用猎造手法 有时用炒作手法 形形色色 什么都有 用这样的手法 就是主要吸引你的眼球 他们才有收入 所以现在变相 其实做新闻行业方面 都是很向拜金的方面 很拜金 这个风气的确是不好的 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或者不要说年轻人 小时候小学生 已经开始用手机 或者在网络上 看很多资讯 如果他们学会看字 开始 他们已经会上网 不会坐在我们那个年代 坐在电视面前 看主流电视的报道 所以 以他们小小年纪的时候 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时候 而在网上遇到一些 类似的所谓假新闻的时候 你猜他们会否相信那些假新闻呢 我想他们必定会相信 即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现在的生活 那个发展当中 他们会觉得网上所发生的一切 所讲的东西 所分享出来的东西 都是真的 那如果是凭着他们 没有这样的人生经验 没有这样的阅读之力来说 或者是教育程度还没那么高的时候 而去认知 在网络上 认知一些东西 以为是真实的时候 从小灌输了一些错误思想 错误的新闻 你猜他们长大之后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做家长的时候 我圈遇你们 要在这方面 和你们的小朋友沟通 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角色 大人一定要主动一点 向他们解释 究竟你们在网上 如果你们接触新闻的时候 应该如何分辨 假和真的新闻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要多看 和要选择性去看 选择性的意思 就是要选择一些 真是有资力的记者 或者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和资深的从业员 从那个角度 和一些报章杂志 一定有份量的报章杂志 以及有一些好的声誉的报章 去那里着手 或者是在杂志 去那里着手 从那些地方看起来 就比较有些保证 所以如果你习惯上 看那类的杂志报章的时候 你已经会慢慢懂得 如何分辨一些有价值好的新闻 和一些没有价值假的新闻 好,在这个时间 我们又休息一下 去一去广告 有我真心打造 逢星期一至五 纽约时间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讲国际、讲时事、讲本土、讲生活 带你旷阔世界视野 同时还会接听听众的电话 一起互动 节目内容会正到嘉宁一 记得留意收听、收睇 美东视电台 有燕灵为你主持的嘉宁一 记住,节目名称三个字 就是嘉宁一 到时见 我们下期再见 家嫂,你厨艺大俊 红烧鲍鱼十足大酒楼水准 这碟鲍鱼做冷盆 好吃又不韧 奶奶,其实是厨臣鲍鱼正的 厨臣鲍鱼? 是啊,我和香喜大酒楼做大厨 他说厨臣鲍鱼有红烧和清汤两种 可以用红烧汁炆海参、冬菇 另外清汤鲍鱼可以做冷盆 清炒或者炆鸡 哦,原来是这样 你用厨臣鲍鱼请客 就完蛋了 厨臣鲍鱼总代理 东洪留意公司 电话718-255-1068 无论是大小企业 或是街坊生意 都需要有广告 美国有80万中国楼 纽约市占有17万港元元的中国人 如果你想让纽约华人知道你的服务或产品 电视广告会是你最佳的选择 做生意、赚大钱 要做广告 广告查询 可以信1347-804-1210 做什么节目好呢? 每个星期和你吹水说波金的节目 POWERBALL 和你讲述古灵精怪电影的节目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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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觉得脚口叉手? 当然了,我是SUMMER 喂,我没听到 你呢? 我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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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到 我最重要的 你呢? 我最爱到 你呢? 我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時還會接聽聽眾的電話,一起互動 節目內容會好到嘉靈一 記得留意收聽、收睇美東視電台 有燕靈為你主持的嘉靈一 記住,節目名稱三個字,就是嘉靈一 到時見! 回到最後一節的嘉靈一 剛剛講到假新聞 不可能不講言論自由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說 其實假新聞那些東西是我言論自由 我在這個平台發表這些新聞 無論是真與假,我有什麼自由 放上去和大家分享 只要我覺得有這樣的分享價值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看看 究竟什麼是言論自由 因為很多人都是亂說廿四 正如我剛才所說 有些說話不一定適合說 譬如如果有煽動行為 那些言語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危 這些事情是否需要我們關注呢? 是否應該有一個準則去衡量 究竟這些應不應該分享出去呢? 所以我們要關注一下 除了關注假新聞的時候 亦都要關注一下究竟什麼叫言論自由 其實我們對言論自由抱什麼態度呢? 我們究竟明不明白什麼是言論自由呢? 在這個時間和大家談談一下 我找到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是來自美國國務院 《國際信息局》出版的一些刊物 當中就有在這裡分析到解釋給我們聽 究竟言論自由是何物來的? 我儘管在這裡看一看 和大家分享在他們的國務院方面 是怎樣解釋這個言論自由的 在這裡它就說 言論發表意見的自由 特別是有關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務 發表言論和意見的自由 是所有民主制度的生命線 我想要關注的字眼就是生命線 在這個國家來說 言論自由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我們非常之重視 下一半就說到 民主政府對大部分的文字和言論都不加控制 這是民主自由的基礎 因此民主國家往往有表達不同 甚至相反觀點和意見的多種聲音 另外有說到 下面再徹底解釋 民主制度依賴有文化有知識的公民 去憑他們掌握這些信息 因此能最充分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 批評不明智和專制的政府官員或政策 公民或選民代表 懂得民主制度有賴於我們能夠最廣泛地接觸到 未經審查的觀念、觀點和訊息 在這裏我可以看到 他指出言論自由的基本 是不會受到政府的審查 我們可以任憑發表我們的意見 甚至是針對政府或官員或政府的政策 我們都有權可以發聲 另外他在另一部分說到 他說言論自由的原則 應該是得到民主國家憲法的保障 防止政府立法或行政部門施行審查 亦是說到不會有審查 亦是保障一定有國家的憲法保護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說出來的說話 有針對性 有什麼情況也好 是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 有一個保障在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會秋後算帳 說了一些說話出來 所以這是民主國家當中的 言論自由其中一個基礎 另外也說到 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權利 但它不是絕對 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很重要 這裡說到 言論自由是基本 但不是絕對 何謂不是絕對 因為我剛才也說到 我們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都要關注一些事情 是不是我們有什麼就說什麼 這裡就說到 他說 不是絕對是什麼 例如 不能被用作暴力言語文字的誹謗 或者是煽動顛覆 或者是威懾的文字 那麼堅固的民主國家 一般只是在面臨高度的威脅情況下 先有理由禁止 可能會激起暴力 或者妄害他人名譽 推翻合憲政府 或者是鼓勵這個任當行為的言論 那麼大多數的民主國家 也都是禁止煽動種族 或者是這個民族仇恨的言論 這個我們看得很清楚 就說到 在一些基本條件下 你是可以發表你的意見 但是也是在某些條件下 你是不可以隨便發表你的意見 例如如果你的言論 是可以導致暴力的發生 或者是影響別人的名譽地位 或者是有煽動顛覆政府 或者是等等的 或者其他架構方面的行為 或者是一些很骯髒的 很淫蝕的事情 也都是不應該不主張發表的 所以這些是有時候 有很多人都說 我有什麼自由 我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其實是不是呢 如果我們看回國務院的 這個刊物印出來的基本 原來不是的 另外我也去看過其他網站 例如在維基上 也有分享究竟是什麼 言論自由為何物 Freedom of Speech 在這裡看看 它是怎樣翻譯言論自由 它說到 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的人權 指一個國家公民 可以按照個人意願表達意見 和想法的政治權利 這些意見表達 不會受到政府事前的審查 或者限制 也都無需要擔心 受到政府的報復 所以在美國來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還有這裡有說到 言論自由通常被理解為 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 當中包括以任何方式 尋找、接收、發放、傳遞資訊 或者思想的行為 也有說到 言論自由的權利 在任何國家 通常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這件事也是在不同的國度 你就要衡量了 你在美國有言論自由 但是如果你去到其他西方國家 究竟其他國度的言論自由的約束力 跟我們在美國的約束力 是不是一樣呢 那又要值得大家留意關注 因為你以為在美國可以說這些 是不是去到其他西方國家 都可以隨心所欲任你說呢 最好就有些保留 自己要用一下腦 或者留意一下別人國家的憲法 究竟他們的自由言論基礎又在哪裡呢 還有這件事還有很重要 有說到表達你的言論 要視乎這個時間 注意這個時間 以及地點 以及禮儀 沒錯 有很多人 藉著說發表他們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 就不記得了 你也要注意到你發表時候的時間 你說發表的時間 是不是敏感時間呢 好像我經常說 如果你的言論是有顛覆意味的 如果你在一個很顛覆的狀態當中 在一個很敏感的時刻 而發表一些很顛覆性的言論的時候 那個時間真的很受到關注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氛圍的時候 你再發表一些這麼爆炸的言論的時候 很容易引致很多人的回應 或者有很多人認同你所說的話 跟你的言論去進行一些顛覆行為的時候 會造成社會的不安的時候 這件事也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發表的時候 也要看時間是否適合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可能你自己會想到很多其他更好的例子 以及地點方面 要視乎地點、場合 究竟在場合地點 適不適宜說這些話 是否因為你喜歡說 你心情不好 想說這些話 或是心情好 又想說一些什麼話 那是否在那些場合適合說呢 以及禮儀方面你要注意 是不是也要尊重別人 尊重其他人的禮儀 所以這件事到最後 得出來的結果就是 究竟這個言論自由 是否隨時隨地 我們都可以說 在任何情況都可以說 在任何人的面前都可以說 我們要尊重 說真的 說到這個民主自由 我經常都在這裡 不要嫌我長氣浸氣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認知一件事 就是說 民主是在乎你要尊重別人的大前提下 才是有民主 剛剛我有分享到 在一個刊物 有刊登一件事 說到民主制度是依賴有文化有知識的公民 那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公民又是怎樣 他這裡很著重這件事 是要有文化有知識 所以當我們發表意見的時候 就是說有時候你要經過大腦 要消化 要衡量 要在一個過程當中才發表出來 還有在乎尊重 是否有文化有修養 有學問有知識的人 就會比較尊重別人 機會率是高的 但是也不是絕對 世事沒有絕對 歌仔也可以唱 世事沒有絕對 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會是 因為當你有知識的時候 有文化的時候 你懂得會是衡量 衡量什麼呢 衡量這個言語 究竟是否在這個適當時間 應該發生呢 衡量會不會在這個適當地點發生呢 還有你會衡量禮儀 也會衡量尊重別人 所以這些也是 當我們要發表 所謂我們所認為的 言論自由的大前提下 首先要尊重 必須要尊重他人的權利 或者他們的名譽 要確保國家的安全 和公共秩序 不會受到你的言論所影響的大前提下 這些就是言論自由 我亦都會尊重你的言論自由 但是倘若你的言論自由 是傷害到別人 影響到別人 會造成社會不安 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的時候 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尊重你的言論自由 所以在自由大前提下 其實是有守則的 我們是要守規矩去進行 我們這個freedom of speech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 當你們講到言論自由的時候 要認清楚究竟言論自由 背後的意義究竟在哪裏 不要貿貿然以為 有自由 我有自由 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如果你想想 一個國家 如果人人都這樣說 我有自由 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國家便很亂 沒有秩序 如果個個都有自由 喜歡做什麼 隨心所欲的時候 所以說一個民主國家來說 特別針對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來說 美國其實 從另一角度看 不是那麼自由 如果說自由 中國有時候更自由 但在這裏要看哪方面 美國其實有很多法例 很多東西掣著你 美國在建國開始的時候 除了說民主之外 也是一個非常有法制 有紀律的地方 我現在不是說中國沒有法制 沒有紀律 而是在這裏的民主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何謂民主 何謂freedom 就是說 每個人雖然 雖然是說 有自由做他要做的事 但是在自由的目標 推廣這個目標的大前提下 也是每個人都要守規矩 每個人都要有某程度上的紀律 不是說 我喜歡晚上 每個人都睡覺的時候 我就扭開大音樂 我喜歡聽 這是我自由 是 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影響到別人 在你享受你的自由大前提下 你影響到公眾的睡覺 可以安眠的情況下 這種自由就要執行 就是說有法律的保障其他人 你不可以以一個人的身份 覺得你的自由 當你的自由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 你的自由就要限制 所以就會有很多法律方面 美國來說 法律真的有很多法制 所以為何在這裏 這麼多律師 這麼多人去讀法律 為何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很多事情都是經商也好 平時市民的生活上也好 什麼都是有法律的管制 因為要尊重 有些人就是怕 怕想著 你什麼都說自由的時候 萬一你不尊重別人的時候 這種自由社會 有什麼值得去推廣 所以在所謂我們講自由的大前提下 最終的就是要尊重所有人 不會影響別人的大前提下 你講自由 這樣就合理了 好 在今天時間就來到差不多了 去到明天 又會有一個新的話題 跟大家聊一下 在星期四的明天 希望明天還會下雨 不要緊 小心點 駕駛人士 我這裏也是要提醒大家 下雨天 露面濕滑 要相當小心 在今天陰陰天的時間 燕靈的心情沒有受天氣影響 今天我心情仍然很陽光 所以是一件好事 在今天跟大家說再見 明天11點 等著你 好節目要欣賞 油金汁 一定要搶 好節目要欣賞 一件好事 先給我 喜歡 不可 你